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这边提出一个郑重的呼吁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是异想天开 我把实际的事实我们这样讲好了 首先各位要了解就是 法院强制执行到达现场张贴封条 做这个动作之前 也就是进行现场查封之前 法院是不可能通知在无人 换句话说 法院已经来到你的家 纵使你的大门绳索 法院把封条贴在外面 可是当法院张贴完封条以后 其实法院在查封的同时 已经做了很多的现场调查 换句话说 你事后看到了被贴了封条 你再来去到前日期 伪造租约 其实大部分都不太可能会成功 因为法院早在查封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做了一些现况调查 可以帮助法官判断 到底你拿出来那个租约是真是假 还是我们查封笔录那个时候 调查的现况才是比较真实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瞒天过海的 那么黄同学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这短句 其实这个文文他未造租约 当然要负点刑责嘛 对啊 那请问一下法官 这个文文他未造租约 他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他是犯了刑法216条214条的行使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我们这样讲了 他们实际上在法院查封的时候 并没有出租这个事实 他们是事后发现被贴了封条 然后呢去伪造说啊 我当初曾经出租给你 这是一个虚伪的事实 而这个虚伪的事实提出给法院 使得法院登载在他的查封笔录 或者是登载在他职务上所制作的拍卖公告的话 他是足身损害于什么 法院拍卖的公正性 也足身损害于这个执行债权人 为什么说足身损害于债权人 因为大家都晓得如果真的有租约而法院定的条件是 因为有租约关系而不点交的话 他的价格绝对会什么 荡下来 荡下来的结果那不就变成债权人原本可以受偿的金额比较高的 经过拍卖成受偿的金额比较高 就会怎么样 就会减少 所以也足身损害于债权人 那这样子最是构成的话 就是行使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伪造斯文书罪 像我这边手边有特别去找到一个案例 是实际的案例 实际的案例 他是台北县树林镇 也是刚好就是一个债务人 然后他自己找了一个朋友来假装冒充这个承租人 然后向这个执行法院承报这个虚伪的事实 最后在93年的时候 他被台湾高等法院 这个出租人就是那个债务人 还有他找来的那个假的承租人 各被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确定 其实这个罪责 还是蛮重的 等于说即使是义和罚金 这个罚款是非常高的 是的 那我们知道就说 像刚刚我们看这个剧情里面 他等于说卫照租约 那法官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说法官到底要怎么知道 就是说他是 是不是真的在这个被查封之前就租出去了呢 还有另外这个假房客 跟这个卫照租约这个合作 这个假的房客是不是要负点刑责 好 这个预展的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法院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调查 他的这个查封时候的现状 其实我们老实讲 我们大部分的执行法院 出去执行查封的时间 原则上是上班时间 而现在双薪家庭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大多数的案件 我们去进行现场查封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看到债务人士在里面 因为有可能夫妇都在外面上班 对 可是你大门 夫妇在外面上班 你大门深锁 我是不是就不能够 法院就不能够知道你的占有使用现况 谁住在里面呢 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 现在很多的住宅 它都是集合式的大楼 大楼会有什么 会有大楼管理员 法院会不会去询问大楼管理员说 某某号的房子是谁在住 管理员会告诉法 会告诉法官 会告诉书记官 还有一种可能 我们有没有可能到了查封现场 去问一问左右的邻居 问问附近的杂货店 前面那个街角 转角的几号房子 你知不知道谁在住 他或许不能很清楚的说谁 但他会说 好像是一个姓黄的先生 好像是一个姓张的小姐 这个某程度来讲 也是一个线索 也是一个线索 还有第三点 我们法官去执行查封的话 你集合式大楼 会不会有一个集合式的信箱 那你如果是独栋的房屋 你门口会不会挂一个信箱 其实信箱里面 会不会留有一些信件 信件上面会不会写 收件人是谁 收件人某程度 是不是可以透露 谁住在这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信箱的查询 透过管理员的讯问 其实某程度来讲 他都可以知道 那在刚才那个个案 还有一个很重要线索是什么 稳文因为没有缴水费电费 他是不是已经被断水断电 所以不可能里面有住人 对 其实老实讲 要在一个没有水 没有电的房子里面 还要继续居住 这种应该他的生活机能 真的是非常差的 所以也有可能法官发现 门口很多什么 甚至有水公司 电公司的断水 断电通知的话 他如果记载 在执行笔度上 我们某程度也可以推断 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人住 那没有人住 他的法律效果 就是拍定后要点交 你除非很明确能确知 已经出租给第三个 才有可能说是有租赁关系 才能够排除这个点交 对 其实我们也知道 万一真的是有人 真的是在这个 查封之前 真的有租给人家 也不能冤枉人家 所以等于说 万一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 观众朋友可能想知道说 如果自己也租到了这样的一个房子 该如何保障这样的一个权益呢 出租权 也就是承租人的权益 其实是法律要保障 但是同样的 如果你的承租人的这个使用权 跟另外一个人的权利 有可能是哪一个人的权利 抵押权人 他的保障相冲突的时候 法律可能就要去权衡一下 所以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问题 我可能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 如果今天这个查封标的物 完全没有设定抵押权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抵押债权人 而只有由这个债务人 把他出租的话 那他的租赁关系 原则上应该不会有人 能够再去对抗他 这时候就会变成 法律的大原则 买卖不破租赁 也就是说我们的拍卖 不可以影响他的租赁关系 而就是说会出现什么 拍定后什么 不点交 对 可是如果相对应的 这个房子另外一种类型是 他已经有设定抵押权 那我们就要看 抵押权的存在 跟你租赁关系的发生 谁先谁后 如果抵押权发生在先 你租赁权发生在后 法律当然保障什么 在先的 也就是说 事后所成立的租赁关系 你的存在 不可以影响到 抵押权人的受偿 如果你的存在 导致他拍定后不点交 价格不断的跌 不断的跌 导致连第一顺位 抵押权人 他的抵押债权 都不能够满足受偿的时候 这时候抵押权人 可以请求法院怎么样 把你的租赁关系除去 除去以后 就可以变成什么 从不点交 要转变成什么 拍定后要点交 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你法律要保障的话 当两个人权利 是相互冲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决定 我们要优先保障谁 那刚刚在短剧中 文文有欠水费跟电费 那这个水费跟电费 是由谁来 没有缴之后 谁买单 应该谁来缴 第一个我们先从 他的契约关系来看 实际上这个当初申请 供水供电的是文文 那么没有缴的也是文文 所以实际上要付缴费义务的 就是什么 文文 那么所以照理讲的话 应该这个新来的这个拍定人 他是可以不用去缴这些水电费 不过会有一个限时问题 什么限时问题 水公司跟电公司会说 你如果不垫缴 或者是带文文 先缴这笔费用的话 我们不供水 不供电 会造成你生活上的不便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 建议那个拍定人 这个时候 你可以先代替文文 先垫这笔费用 垫完了以后 你垫缴了以后 都会有一些收据 减据那些收据 另外再向什么 稳文求偿 非常谢谢王金龙法官的解说 还有黄同学的提问 让大家对于强制执行法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同时也提供债务人 在面临房屋被强制执行的时候的 最佳解决方法 那么同样也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误信 爬门左道 因为这反而会是最佳一等 法律生活补给站这个单元呢 就是希望能够解除您对于法律的种种疑惑 让您更了解法律 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 有以上的这个案例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假如你真的面临法院的强制执行的话 债务人该怎么做 诚实为上策 不要听信 旁门左道 否则的话 自己还有可能会面临刑事罪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